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觀眾 在竹北這間醫院急診室外頭呢 在昨天下午是發生了 有通緝犯遭介護就醫過程 竟然能夠逃脫得逞 OK 來 真意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D 歡迎收看五二惠客室鬼暗系的單元 我是何惠榮 有一支四百多萬的 四百多萬的那一集 講的是南韓演藝圈的一些 秘辛跟黑暗史 那一集我想 除了就是因為講的是 演藝圈有關明星藝人 大家會比較好奇 我覺得主要 剛好也在那個時間點是 疫情的高峰 那一支影片也衝到了 就是我們公司有史以來 從有開YouTube頻道以來 第二高的影片 那一集是剛好我媽媽推薦我說 你要不要講一下 我小時候印象很深刻的 那個姜子翠分屍案 有做了之後 一開始前幾天點閱沒有好嗎 就沒想過一個禮拜 他怎麼突然好像爆衝啊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的任務是要 觸及更多的人來認識中天電視 以前是因為中天電視這個品牌 大家來看我們 可是現在如果我們可以變成 大家來因為我們而接觸到 中天電視這個頻道 而產生更多的電視 我們的任務跟角色 就出現了很多的變化這樣 大家都知道就是前年的時候 就中天被4 從電視頻道上會消失 在關台前半年 公司剛好給我一個任務 就是說 我們要開始統籌一些 國內跟國外的社會 縱亂跟選案 我從那個時候呢 才開始接觸這個YT 它除了一個過渡期 還有就是形象的轉換 因為以前就是你要很正經八百 然後你要給人家感受到你的專業素養 那也不是說到網路上 你就可以不專業了 當然不是這樣子 我們要保有專業的同時 我們還要找到網感 就是網路上可以讓人家引起共鳴的 所以在人設的鑑定上面 本來就不太容易 媒體人轉型 YouTube上面就是我們更貪心一些啦 除了一件事情把它做到好之外 我們希望自己可以涉及的面更廣 後來我也多接了論文門 就是我多接了其他節目 那目前正在規劃 準備還要再增加的 也有其他的節目單元 而且類型是跟原本的這種 懸案講故事 這種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大部分講懸案的YouTuber 比較多是男性為主 那我覺得在女性的部分 因為很多懸案 他可能會涉及比較敏感的議題 或是一些男女之間的 有人就是被欺負了 有人就是覺得他自己過得很不堪 在這一些的題材上面 我覺得女生去講是更容易達到共情 我們有很大的資源 就是中天電視有非常龐大的資料庫 那他們這些YouTuber的缺點在於 他們有版權限制 沒辦法直接用這些有版權的東西 但我們這些 在中天來講 這都是我們過去採訪下來的 一點一滴累積的東西 那我把它拿出來用 不論過去的採訪是什麼情況 都一定比他們來得真實 所以呢 我覺得我在講故事最大的優勢就是 我的真實感絕對比他們更強 專品事情從記者的時代就有 而且特別是我們處在中天 到YT上面 我們會更直接面對是因為 影片下面都會有人留言 但會有人直接抨擊 那對我來講 我還是一貫的態度就是 如果我講了 只要你質疑我的部分 不是因為我的真實性 或是我的哪裡有錯誤 我基本上不會理 那對於所有善意的支持跟鼓勵 我都會去一一去作留 回應這樣 那我覺得酸民就是像 用酸民的一句話來回應他們 就是跟你認真就輸了 酸民無處不在 我有時候會上網去嗆酸民 如果今天你質疑到 我覺得你說的有道理 我是會在底下跟網友討論 一來一往的 或者是說真的你挑出了 我這個裡面寫的有毛病 我是會跟人講說 不好意思就是這個部分 真的是確實當初沒有去注意到 然後我就會做一個更正啟示 有一個YouTuber講了一句話 讓我印象還蠻深刻 就是做YouTuber是很孤獨的 準備考試好了 其實很多泡在圖子館裡面 你可能社交活動會比較少 外出活動會比較少 然後你的休閒娛樂會比較少 或者陪伴孩子或家人時間 相對少一點 因為你必須把這個作品給生出來 很多會覺得說當YouTuber 當網紅是一個輕鬆簡單的職業 實際上背後要付出的努力真的很多 那其實還有一點就是說 這一些社群平台你要怎麼樣去運用 你得去摸通每個社群平台 它有不同的個性 我們真的是下足個功夫去研究的 網路上真正能夠做起來的 長遠發展的 你顏值總有衰老的一天 可是能真的做很久是什麼 還是回歸到專業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想要做YouTuber 還是你想要在其他平台上面 當一個直播主 當一個網紅都好 你得先有手上自己的專業 把它發揮到極致 把這個專業運用在網路上面 你才能夠比較順利的取得好成績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